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 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 有一个长大麻疯的人来拜他 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他的大麻疯立刻就洁净了 耶稣就在说,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里,这种人做证据 前面耶稣跟大家讲了登山宝训上山 所谓的登山宝训拔福 完了以后,戒律 后来不圣先贤的吩咐 还有一些他更正的一些道理 后来讲了许许多多的道理 也就是天国的福音 完了以后,要下山 所以耶稣就下了山 那么这个过程呢,前面讲了这么多 估计是讲了平平不止一天两天了 有些道理不是说就那么简单 就能讲明白了 那么当然耶稣的门徒啊 就是这个马太呢 那么所记录的 或者是另外一个马太都无所谓 就是说后人所记录的耶稣的这教训呢 那时间顺序上 可能有所分别 那么再一个呢,那还是比较简单 因为耶稣讲的可能多 就像我们这和聊天色的有好多东西 怎么说呢 讲啊,那可以讲的很多 那记录呢,就是记录主要精要 只要是讲什么事儿 那么耶稣他的比方说的道理还多 那么在这下来以后呢 就当然是各种各样的人 那么耶稣呢 其实啊,也是说 不是说仅仅跟人讲这些 所谓做人的道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人类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所谓的病人 其实从这看 耶稣呢,也是从整个这个耶稣啊 出来传道 那么来观察 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福音 福音书 记录耶稣的言行的一些 没输入圣经的一些著作 我们也了解到 耶稣呢 和实际上我们中国人的古生献献是一样 你懂得道理呢 那么对所谓的人体啊 结构肯定有些一番了解 就所谓的对医学 医学就是 修理人体身体嘛 有人的身体啊 那么出现了状况 那么去进行维护维修 就叫做医学嘛 当然是简单讲了 要展开讲很多啊 这关于什么是医 什么是学 那么 耶稣呢 肯定也懂得一些用药啊 他也懂得 人是怎么回事 那么更明白 人所得的所谓的 疾病啊 痛苦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也在其他的文章里头 在其他的分享里头 跟大家说过 根据中国祖宗的传统 那么这个 对这个人的这个 疾病啊 有的认知是什么呢 外伤为奇 内伤为病 外伤为奇 就是不是自己啊 自己的天赋 对自己的伤害 真正的自己 对自己的伤害 是说有 自己以外的 其他的天赋也好 或者是灵也好 或者神也好 对自己的伤害 甚至于 非灵性的对自己伤害 比如说 我们 受到刮伤 蹭伤啊 跌倒啊 摔伤啊 等等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我们误吃了一些食物啊 中毒 那也是一种伤害 还有一个外界灵的侵入 比如说病菌啊 细菌啊 甚至于一些这个 虫啊 很小的虫子啊 那么动物啊 对我们的伤害 那么这都属于外伤 那么就成之为奇 那么病呢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伤害 自己天赋 对自己的伤害 为什么要对自己伤害呢 因为我们不懂道理了 我们做错事了 那么为了阻止自己啊 做更错 做更多的错事 那么你做错事越多 将来要屏障的工作越大 你会堕落的 老本的狮子越大吧 那么真正的自己是明白 因为他是圣洁的嘛 他都明白我们所做的事 那不是人事吧 那怎么办呢 就通过啊 这个疾病来保护我们自己 让我们得这个病啊 就所谓今天 其实以前也有病 我们但是没有癌症 就是今天所谓的癌症 癌症都是自己让自己得的 那么这或者说叫病 自己让自己生病 一个是保护 另外一个呢 是对这个迷失了自己的一种提醒 有痛啊 酸啊 麻啊 痒啊 疼啊 等等吧 痛苦啊 那么来提醒我们 为什么 自己有些事情做错了 要反思 要回改 走到正确的 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如果我们能够去反思 去回改 因为真正的自己 定切了错误的认知 那当然 自己所谓的病呢 就会好 明白的道理越多 那么自己越清醒啊 越明白 就是跟自己天父 待在一起 天父会保护我们 因为他圣洁嘛 他就告诉我们 道理慢着去做 我们就会 所以不为自己对自己 进行伤害 那么 不管是疾也好 病也好 我们真正的自己 所谓的天父 他都有一个应对的 能力 那么应对的能力是 怎么回事呢 就是 有 假定是 外敌入侵 外伤 那么他就 进行修复 或者是说 进行这个 恢复 当然了 那有一定的措施 那么 去进行处理 所以说我们今天 叫免疫力 为什么叫免疫力 因为你有这个经验了 你下次再有 你就有这个经验 你就很容易 去对付了嘛 你没有这个经验 措手不及 没有应对经验 不知道 不知所措嘛 所以你就会 挣扎 struggle 就会 不知道 怎么去处理 所以呢 不会处理好 往往呢 是使自己的身体 伤害得越来越重 啊 那么 有了这方面经验 所以有了经验 就叫所谓的 有免疫力了 真正的 不是什么免疫力 而是真正自己 有经验了 就是叫 免疫力 就是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 那不过 鸡呢 是外来伤害 我们有这样的 这个经历了 有这样的经验了 知道去怎么处理 所以就会 很容易去对付 去恢复 那么 其实呢 潜意识当中 我们就是在所谓的 基因当中 DNA当中 那么处理这些东西 都有一定的程序 信息都在那里面 就是我们真正的天赋 跟我们戴在一起 它这些物质的形式 存储在那上面 我们都知道怎么去处理 其实动物里 都表现出来了 动物没有人的灵性高啊 它也都知道 自己受到伤害 要用什么草啊 用什么 它就是它的经验嘛 就所谓它的免疫力嘛 那么实际上我们人呢 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肯定要吃喱喱喱碎嘛 那么你吃的喝的 那肯定有毒啊 或者有异性啊 就是这个异灵啊 就是飞机啊 那么就会自己对自己呢 形成一定的这个 所谓的侵害争夺嘛 就是伤害 那么我们自己都知道 去怎么去处理 那么我跟大家分享过 大家也可以去统计一下 人类所谓的接药病药 80%以上吧 还是自己都能够去处理的 除非你说我就是喝毒 喝太多了 自己也没法处理 所以只能通过外列的抵消 你喝酸喝多了 就要碱来中和 喝碱喝多了 吃多了 你都要酸来中和 当然了 这些东西不是说 因为你就遵存规律 均是这个 云含在日月星辰山河 大地里都得倒流 我们就知道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什么不能多吃 什么不能 多用啊 你就顺其自然嘛 那么应该 其实我们都是说 正常的生老病死 那时候很正常的 我都会比较健康的去活着 当我们受到 呃 这个外来 清晰的时候 自己也有处理不了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药物去 所谓的药物 其实也是食物 我们可以吃的嘛 就吸收到血液里都要进行处理嘛 那么 就所谓的药啊 我们觉得能够处理一些问题的 这个食物 那么就是药 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那么帮助我们真正的天赋 我们恨天赋 我们的真正的自己啊 神啊 那么去处理这些危机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那个 这是外伤 那么 那么病呢 因为是自己让自己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天形成一个逻辑 就是认为 呃 其实说白了吧 我们的病都愿意自私 就是不能去平等的去对待 啊 没有形成一个平等的逻辑 没把自己的房子建在磐石上面 那么由于自私啊 把自私当作真的啊 去进行对待 去严肃认真的去生活 完了以后呢 就形成错误 其实很简单 你比如说 我们为什么将长肿瘤 其实肿瘤 有好多人现在说 呃 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就说说 所谓我们认为的肿瘤 啊 是癌细胞 啊 是肿瘤 实际上呢 都是正常细胞 也是自己身上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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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的细胞一样 只不过它长错了地方 为什么说 任何 自己身上的任何的细胞的DNA 都一样啊 没有分别 都一样 不管你长在哪里 所以那个F细胞的DNA 就是我们自己身体上的 那不可能是别人的呀 那么别人要 让长我们上 他也长不上的 那又是我们自己分裂的细胞啊 是自己我们把这个细胞建立在那个地上的 那为什么长肿瘤了呢 就是自私嘛 本来我们活动啊 劳动啊 运动啊 那么会对这个身体上的细胞 不管是什么肌肉细胞 什么细胞吧 神经细胞 还有什么骨细胞啊 等等等等 那么有所伤害嘛 因为我们要能量释放嘛 实际上能量释放就是 爆炸啊 我说就是糖 燃烧 跟氧气 我们去点火 把它烧了 烧了 爆炸 爆炸以后拉动肌肉 我们才能运动嘛 当然这个爆炸有个顺序 我们有一套逻辑啊 去怎么去操作 那么沿着神经 对它进行控制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那么 就 去处理一些受伤的爆炸 燃烧啊 受伤的细胞 所以我们人要睡觉嘛 那么 去进行 能修复的就修复 不值得修复了 你还不如分裂一个 所以就会把这个受伤严重的细胞呢 把它打碎 糖啊 氨基酸啊 包括里面的DNA啊 什么什么什么 RNA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把它打碎 让血液把它清理走 清理走 有大部分是回收利用 那么剩下废物呢 动过肾脏排除体外 当然这个以后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一个原理 那么 你这个细胞清理走了 不能修复 能修复的就修复 那么在汗上啊 就活点钢筋斐泥 完了补上啊 那么就修复啊 所以我们需要 减少运动 进行睡眠的时候 真正的把身体交给天父去处理 那么就 对自己的上 所以我们 一旦睡觉起来 哦 精神爽 精力充分 为什么修复了呀 坏的都修复了 不能修复的 这怎么办呢 啊 就说清理掉 清理掉你少一个呀 那那就再分裂一个嘛 因为你修复 不如我再分裂一个 所以好 再把DNA打开啊 重新真正 这个这个配对 配对就形成两道DNA 两道DNA以后 从中间加一个边界 那么就形成两个细胞 就在原来细胞 基础上复制一个出来 就再长个细胞出来 你才能异补这个损失啊 我们身体才会 不会缺失啊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锻炼健身啊 那会有更多细胞 因为你工作量大呀 所以就会啊 这个地方需要这种爆炸的 就是爆炸的炸药肠 能量提供肠多 所以就会多吗 肌肉会发达吗 一个道理 我们如果说不是可以锻炼 正常的需要 那么原来多少 那么还需要多少 那么就可以去分裂一个细胞 分裂出来 由于自己的自私 觉得不够本吧 啊 这就怎么能一个 本来就像你出去对待 处理问题的时候 你自己吃一个馒头就够了 结果不行 啊 我要吃两个 别人吃一个 就会形成这种 所谓的潜意识 透天形成的凑的逻辑 就觉得分裂一个细胞不够本 因为这是一种自私嘛 就觉得啊 我这个地方要俩 今天你每天都这个地方分裂一个多分裂一个 那个肉瘤就知道千万个细胞嘛 你千万天 当然没有那么长时间 我们人生的生命一共一万来三万来天嘛 一百来年嘛 那么你可能一天分裂两个 你都九二九只 一百天 然后就多分裂了二百个 二百个也不见得 就是说这种子 那个哎呀 小的很 都容易会加速去分裂 无名 就觉得自己不够本 自己赔了老本了 自己哎呀 怎么都不够 好不行 我都分裂三个 结果呢 无名了嘛 不懂道理了嘛 就在这个地方都分裂出来了 再后来就更糊涂了 所以叫转移 其他的地方也这样 所以就是整个自己都乱套了 如果说我们能够知道自己 在提醒自己 不能自私 那么自己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不能自私 这个地方需要一个就一个 什么叫不够本 需要一个就一个嘛 公正去办事 处理这个工程 而不是以自私的 这个地方我要俩 要三要 又甚至要十个多要 那么我们就身体就给修复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跟我们自己 这个后天逻辑 后天逻辑的天赋 和我们后天逻辑 我前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过嘛 人人都感觉到有两个自己 一个呢 就是来自于真心本性 圣洁的天赋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后天 形成的逻辑 而是所谓的道理 那就是逻辑嘛 那么 所谓的世界观不正确 你就会跟自己打架 把良心压压去了 就统治这个控制个肉身的一些方式方法 就来源于这个后天的逻辑 错误的逻辑 所以我们都会生病啊 就所谓得 那不管是什么病实际上呢 鸡也好病也好 都是自己身体的一种 怎么说的 非正常状态 那么既然懂得这个原理呢 耶稣肯定是懂的 所以他不光是懂得怎么用药啊 他懂得怎么去处理这个病啊 你鸡也好病也好 都可以通过药来进行辅助性的所谓的帮助治疗 因为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们建筑材料啊 你建立这个细胞的糖也好 氨基酸也好 建成蛋白质嘛 然后就是各种醇啊 等等等等吧 还有 多了 有机物嘛 我们现在学名也很多 当然主要两大类 一个这个糖类 一个是氨基酸类 就是建立这个蛋白质的一种这个基础 那么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去改变饮食结构 那么就会这些摄入的数量不一样 当然我们需要氨基酸的时候 我们没有头 也就是关节会痛嘛 你要修复的关节 氨基酸主要蛋白质大量使用啊 你能够那个强度啊 韧性啊 韧带啊 这都是包括骨头啊 那需要大量的氨基酸的 你不够那你就疼痛啊 对吧 你当时你摄入多的时候 那你就说足够 那你就能够去修复 所以呢 是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治标不治本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 摄入当中 食物当中 基本上都是比较均衡的 不管是粮食的 还是就是植物的 还是动物 当然会有差别 那么所以我们就不要挑食嘛 所以遇到什么吃什么嘛 那么我们该遇到什么就吃什么 就是都是食物 那么对我们身体应该是 顺其自然 应该是一个平衡 没有什么所谓的 会偏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偏离我们自己啊 处理抽出我们处理问题的能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的人得了病了啊 特别就是说所谓的癌症 所以耶稣做的这 好多都是鬼附身啊等等 那鬼附身也是有啊 因为你自己不明白了嘛 晕晕乎乎的 自己在 不知道怎么做了 就神经病啊 或者就是表现不正常 跟正常人不一样嘛 那都是这种问题 那么后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 那么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相不相信 耶稣告诉你的道理是真的 那么耶稣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 我也跟啊 一些朋友啊 在有前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一些啊 分享里头 也跟大家也分享过 就是说 我们这个这个这个 老祖宗 皇帝内经啊 里面 就是皇帝啊 跟孕女有一样对话 就提到所谓的助游数嘛 后来我们 哎 有的人助游十三个 助游十三个是对的 但是后来 就真正的对上十三号 那就是错的了 不知道助游十三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所谓的助游数啊 那么 明白道理 你 不明白道理 是一个懂得错误的道理 那么你要去进行反思 去悔改 那么肯定你反思了 悔改了 你不会再去做错事了 你都用不着以后 担心去要屏障的嘛 所以呢 身体自然就会恢复啊 所以癌症也会好啊 你都不自私了嘛 懂道理嘛 那么这个过程 那么需要你真正的去懂道理 在这这一段讲了呢 因为这是第一次 所谓的耶稣行神迹 这 呃 我们就多讲一点 那么耶稣给一个大方 大麻风病人 那么来拜他 拜他是什么 就认为他讲的对啊 他讲的道理对啊 你才去拜嘛 去臣服嘛 去服从嘛 那么 就说主若肯 就说天父 不管是你的天父 我的天父 愿意的话 那并能叫我接近来 当然了 真正的自己是明白的呀 真正的自己 你 就是控制这个身体的 一个两套逻辑 你真正的用 真理的天父 去处理这个身体 而不是以后天逻辑 形成错误的逻辑 去处理 那我们肯定就能够 接近了呀 就是天父嘛 纯洁的嘛 那我们就会 就把身体 修复掉 不管是 结也好 病也好 当然我 极端的 我前面也说过嘛 就是说 那需要药物 去辅助 因为比如说 我们明知道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青花甲有毒 你大量的吃 真正再明白 也整不回来 那你是不是要让青花甲 不至于致死的 自己的身体都会处理的 过一段时间 就会清理出去 所以有 慢慢的 那么就会去应变 怎么处理这些有毒物质 所以有的时候 以前肚定工人 被毒蛇 咬了一口 人 他没死 那毒蛇死了 为什么 他身上沉寂了 大量的这种青花物 完了以后 他真正的自己知道 怎么去处理 因为这是属于外伤嘛 就是不是真正 自己让自己得的 那么他就会把这些毒物嘛 他能力越来越高 就会压制住 那么这种人 那么你说他有没有病 他肯定也是有病啊 但是呢 自己没办法 你每天都在往里进啊 所以他就会提高自己 处理这些东西 把他压服住 当然了 你吃一个能解毒青青酸的 或者青青酸根的东西 那当然自己身体会 轻快很多嘛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实际上也是 那么你要明白道理啊 去拜耶稣 就是根据耶稣讲的福音 去道理去做 就认识到 真正的自己是错了 要悔改 把以前过往的错误 改了 那么积着身体 自己得病也是错误嘛 那么你就能够恢复起来 前提是你要相信 耶稣说的是对的 你没有信心 你跟我说 哎呀我相信啊 你跟我头个鸡 让我嘴上相信 糊弄一下耶稣 糊弄一下自己 这好不了的 很明显 其实耶稣 每一次 在所谓的行神机子当中 强调的就是信心 你要相信 我说的是真的 其实耶稣讲的 确实是真的 但是有多少人信呢 信的人都好了 耶稣说 你要去 注意啊 你要去 检点自己 检点自己 过往当中 是不是有什么 做了什么缺德事啊 啊 错了缺德事 不要紧啊 你要认识的 那是错的 要改啊 哎 你做没做什么 不合适的事啊 错了 你偷了人家 抢了人家 拿了人家 还给人家呀 那不能还的 你得有还的心啊 等等 就讲这个道理 所以说 牵涉到主的问题 就是真正的自己说 如果肯 那我必接近了 必能叫我接近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主 也是指耶稣的主 耶稣的神吗 耶稣见神了吗 耶稣见到天父了吗 你别能叫我接近 耶稣就神说 没了 没问题 我肯 你的天父也肯 只要你去悔改吧 懂道理嘛 所以那你得接近 我跟你讲这个道理 你要自己回去反思的 晚上睡觉 以前去想想 啊 自己有生以来 做了些什么缺德的事啊 不平等的事啊 你要去反思的呀 那我就告诉你 这么去做啊 我肯啊 我肯告诉你啊 这是原因啊 你 你要得有信心啊 你得相信的是真的 所以就行吗 前面刚刚就这样讲了 按照我说的话 去做啊 你光说 说相信又不做 那不是 这见证的啥事啊 你还要冲塔 你好不了的 其实那么他的大麻病 立刻就好了 不是立刻就好了 他回去反思啊 那就好了嘛 这个立刻 当然一个月也可以叫立刻 一年也可以叫立刻啊 一天马上几秒钟 也可以叫立刻 只要你有这个信心 你照着耶稣说的话就做 你去检点 回改 天国进来 你们当回改 去反思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啊 孔子说三行勿深 那么老子说啊 病病啊 你认为自己的错误是错误 成人啊 那你再改吗 病了怎么办 要改吗 所以那么你只要有这样的信心 相信耶稣讲的是对的 你就是说这个病就这么来的 你这个病啊 你的鸡也好 病也好 就这么来的 你这个鸡 那么你受到伤害 那么你明白了道理 你真正的自己 你的天父会帮助你去处理这些 他能处理的事情 那么同时呢 其实任何一个宣讲道理的人 都有这个 对这个人体啊 都有所了解 他懂得怎么去治疗这个身体 能保护这个身体 其实中国医生也好 什么也好 他在做人这方面都是做的 认识的很不错的 那么在这也是 他也是这个样子 那么他这个人显而易见 是认为耶稣 他拜耶稣 他相信耶稣说的是真的 他只要啃 那就可以 只要我啃啊 我愿意跟你一起讲啊 那你进不信呢 你信就是把 房子建在磐石上面 一切都好啊 你就能好啊 你就能结定了吗 结果这个人 立刻结定了 说明这个人 就认为耶稣说的是对的 就对 你那种深刻的反思 去反省 完了 好了 又来见耶稣 耶稣就跟他讲 你不要去告诉别人 你所有做的亏心事 你用不着去告诉别人 你只要跟自己的天赋 去讲就好了 所以天主教呢 有一个就是要去跟神父 蒙着脸 不知道是谁 去毁碎 把自己的一切眼影 暴露在神父跟前 就是这个道理啊 那就把这个东西 自己的过错 承认啊 就讲出来 因为什么 就鼓励大家 因为这个两个人 不照面的 你不知道他是谁啊 神父也不知道 是谁 但知道有这个事 这个人讲出来以后 他身体就释放了呀 得释放了呀 那就会好吗 就会 不管是思想上的折磨 会简性释放了呀 当然他以后会改的呀 但可能当时没改 他会有这个趋势嘛 那么这也是这个道理 那么耶稣 其实得告诉他 你不要去告诉别人啊 我叫你去回遍 你做错什么事 你去偷谁的 抢谁的 骗谁的 你不要去告诉别人 但是你要把你 这个身体啊 给祭司看 祭司就是实际上 自己跟自己落祖宗 自己跟自己天父 落叨的时候 就看线上 自己去 让天父去看 把身体啊 给祭司啊 祭司啊 这个祭司和那个 四 我们说嘛 那个 伊斯庞那是一样的 那么就就就上那去 你真心的去 讲 献上耶稣所 不是 这个这个 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摩西吩咐什么礼物呢 其实就是祭司的原因嘛 你要说 这是我凭劳动所得 我真的去反思这件事情 对众人做证据 你就跟别人讲 让大家去传扬啊 我所讲出的道理 相信这是真的 我们要去回改 跟别人去做证据 你回改了 所以你的兵好了呀 就做这样的证据 而不是说啊 相信我是神 我是不是神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告诉你的道理 你去做 你去反思 你去啊 勇敢的面对自己 成人做 完了去改 你没有勇气 没关系 你不要去跟别人讲 自己跟自己讲就好了呀 就是祭司的时候 就是自己跟自己在交流啊 不是跟自己列祖列宗 当然你可以那么认为 那就是列祖列宗在上 也是在监督着自己嘛 所以呢 这个过程 大家慢慢去品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啊 一些疾病也是如此 用药 那不能说没有用 有时候作用很大 我们也承认 那么更多的呢 是提高自己 处理问题的能力 处理这些危机的能力 怎么提高呢 明白道理 懂得福音 跟自己的天父 坦诚相见 你真正的自己 都不许对自己残害了 所以自己恢复了 你 没问题呢 衰老那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以后 跟大家去具体分享 人是怎么回事 生老病死 是怎么回事 正常的衰老 想要改变 你都改变不了 我们可以活150岁 1000岁万岁 我们理论上 可以活到1000岁 那都是瞎扯的 不懂 人是什么东西 人体的结构是什么 这边先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这一段呢 也费了 不少的时间 因为这是所谓的 耶稣第一次行神迹 这就是 所谓的神迹 就是真正的天父治疗自己 那不就是也是神迹吗 那就是自己的神 对自己处理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 都是自己的神 来操控我们这个物质肉身 每个人都有天赋 在这操纵 但是天赋会是 护天逻辑影响 当然这个过程 这个关系 是很复杂 一句话两句话 讲不清楚 我们一定要语听 所谓的基础知识 我跟一些朋友 讲过啊 《道德经》 《金刚经》 《论语》和《圣经》 这不能说是入门知识 你这些人也懂 这些古圣先 先跟我讲的什么道理 完了以后 他就搞明白什么是人 我们怎么去做 不是说这个东西 有多么神秘 没什么神秘的 那不是药治病 说白了就这么 这不就是神迹吗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